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说别喝这个资质有限 愿意追随甘愿父母 听甘愿父的调遣 这也省得把别喝这个脑袋给想坏了呀 想不到你如此的没有大志 人各有志 本都就不再啰嗦了 红叶 都主 本都东厂的锦衣卫眼线遍布天下 可要论起情报及资料的详尽 比起你红叶斋来还是有所不及的 所以你的红叶斋还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你要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不替本都办事 你想一想这红叶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都主大可放心 红叶必定会查出这个疯汉的底细 那就赶快去查 是是是 别喝啊 你也要运用你在江湖上的影响力 找江湖上的朋友帮忙 查清此人是谁 是 别喝遵命 好啊 好啊 杜主相信江别和说的聚聚是真吗 相信他此刻不得不聚聚众心 因为他还是个窝囊废 不过这条狗的城府很深呢 到了他没有用的时候 必须先住之而后快 否则 会被他反咬一口 这囚人汉子的眼神很熟悉 像是在哪儿见过 莫非 叶南天 难道是叶南天 他失踪这么多年 居然没死 他这次重逐江湖 是不是找我江别和来报仇的 进来 师父 什么事 红叶先生派来专教 说要接师父到红叶斋 他红叶以为自己是皇上吗 说让师父去红叶斋 师父就得去吗 来的管家说 他带来了红叶先生的一句话 说只要师父听了 必定会到红叶斋 跟红叶先生促膝夜谈 什么话 那句话有些古怪 说吧 红叶先生说 想跟师父研究一下 怎么可以长出一脸 济浓且蜜的胡子 莫非那红叶早就知道 求然可便是叶南天了 这个屋子不许任何人进来 知道吗 知道师父 师父 江大侠来了 你下去吧 是 童叶 这么晚了找别客来 有什么事情啊 咱们先吃点东西 喝两杯 再慢慢聊 你尝尝这个 保证你尝了一口之后 就会赞不绝口 尝一口吧 没有毒 我到现在还找不出 杀你的理由嘛 对不对 怎么样 还可以 红叶摘什么时候养起驴来了 自从我爱上吃驴肉之后 这驴肉是给干葱活的人吃的 怎么和牛羊肉相比 大家有所不知 我的吃法奇特 叫做生切驴肉 一头驴找到上好部位 割下一块肉来 不吃扔掉 过不了几天 伤口处又长出新鲜的嫩肉来 这个时候才吃 吃完后再割 割完再吃 直到驴忍受不了痛苦死掉为止 这可是最上乘的吃法 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你尝尝吃完之后 想戒都戒不掉呢 把自己的口舌之语 建立在驴子的痛苦之上 亏你还说得出美食 江大侠果然仁义 对头驴都抱有仁慈之心 看起来我是在吃驴肉 贪图美食 其实我是在实时提醒自己啊 公爷 你连夜把别鹤叫到这儿来 不会是只听你谈美食之感吧 你且先听我说说这其中的道理 每当我咀嚼这血连淋的驴肉的时候 就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处境 其实我也是一头驴 每天被别人从身上割去肉吃 当我再也没法给我的主人提供嫩肉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把我杀掉的 你是谁的驴 和你一样我们都是流喜的驴子呀 红爷 说话慎重一点 你自诩是畜生 那是你自己的事 不要把别鹤也扯进来 江大侠真是能自欺欺人哪 今天所见难道你不觉得你是流喜跟前的一条狗吗 难道江大侠在流喜那里能找到做人的尊严吗 你江大侠 你心里其实应该很清楚 我们俩就是给流喜提供嫩肉的驴子呀 有一天我们提供不了嫩肉给他吃了 他就会把我们杀掉 而且会杀得很彻底用我们的皮做靴子 用我们的骨头炖汤 利用得一干二净 红爷 这么晚了你把别鹤叫到这儿来 如果只是为了说都主的坏话 恐怕你找错人了 如果跟你谈一谈燕南天的事儿 是不是找对人了 话说到现在 总算说到正题了 实不相瞒 我一看到那幅画 就知道他就是江湖上消失已久的燕南天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都主 我不想让他死得那么早 他对我还有一些利用价值 你是想利用燕南天的下落 还要吓我 说吧要多少金钱美女 才不把当年江秦的下落告诉燕南天 我是想从江大侠那儿得到一些好处 但绝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美女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也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什么叫破虎跳墙 江大侠放心 你要想杀我如碳囊取物一般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那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想和大侠结盟 所为合适 理由很简单 我不想被刘喜吃掉 我想你也不愿意再给他做驴了 你是要别和与你同一鼻孔出气 对抗都主 哼 刘喜武功盖世 凭你我之力要想杀他谈何容易 我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罢了 有什么计划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承诺 我是不会泄露半句 害怕了 你是担心计划失败反招来杀神之祸 对吧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 一个雁南天一个刘喜 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对你出手 后果都不堪设想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好 把计划告诉我 洪公公 刘都主 这是什么 这是南方送来的桂花福寿茶 有活血严寿的功效 皇上听说以后想试一试 所以奴才拿来给皇上享用 真的这么有效吗 这个奴才不敢说 嗯 都主 什么事 说 都主 刚接到各处驿站急报 发现由于那疯汉子 外形吻合的男子出现 共有三十六处地点之多 真有那么多吗 请独主回去 见别传回的讯息 统统都是饭桶 这么一点点小事 也要本都亲自出马 走吧 凡是跟皇上有关的生活小事 刘喜都会过问 可是现在刘喜的心思 转移到了雁南天身上 正好让我们有机可乘 皇上 这就是江南特产 桂花福寿茶 嗯 好香啊 皇上 这茶得趁热喝才好啊 嗯 味道虽然有点苦涩 但是还有一股清甜之味 嗯 喝下去口中还有回味 是啊是啊 好茶 此茶根本不是什么桂花福寿茶 更没有严寿的作用 而是红叶根据武林诗传秘策所配置的无棉散 福后不能成年心烦气躁 五毒老祖再帮我加了点东西下去 令任何大夫都咽不出来 哎呀 朕睡不着 来人哪 朕睡不着啊 丽妃娘娘 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了把我们招来 哎 奴才也不太清楚 只是从红公公处得知 皇上最近几天无法睡觉 所以找大家来陪他聊聊天 无法入眠 皇上一直都很容易入睡的呀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岂有此理 拉出去斩 皇上恕罪 皇上奴婢跳了一整晚 实在太累了 所以才失足 大胆还敢说话 拖拖出去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皇上要是还有雅兴的话 臣妾听说 宫中新来了一批歌迹 歌舞都不错 不过皇上要是累了的话 那就改日再看吧 照理朕是该累了 请皇上回宫休息吧 可是朕没有一点睡意 歌舞看腻了 朕想看变心法 刘公公 能安排吗 皇上想看 当然有 传 都主 先喝口茶吧 这皇上也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突然间精神异异 足足弄了二十多个时辰 才说累了 要先歇会儿 搞得本都疲累不堪 都主 您认为 这内中可有什么玄机 本都也觉得此事有点古怪 可一时间又说不出来 要加派人手保护皇上吗 过几天再说吧 那个封汉有什么消息了吗 暂时还没有下落 奴才办事不力 请督主恕罪 那洪公公值得信任吗 江大侠难道没有发现 洪公公的洪和我洪叶的洪 发音是一样的 这么说他是你洪叶斋的人 洪叶斋向来广不眼线 宫里没人 我从哪得到那么多后宫秘文呢 好 洪叶斋老少两洪叶 果然是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原来在天下各个地方 甚至不为人知的位置 都埋下自己的种子 难怪堪称天下万事通 有人说凡做大使者必须要深谋远虑 要比别人想得多 要比别人想得远 在这方面江大侠恐怕不比我差哦 别鹤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大清楚你的计划 为什么让皇上不能成年呢 江大侠不必着急 只要你按照我的部署去做 保证你可以很快摆脱流星的控制 那下一步呢 那就需要江大侠 献出你国色天香的宝贝女儿江玉凤了 不知道爹那么急找我是为何事 我去打水给你喝 我去打水给你喝 师父啊很累啊 可可雨停下来歇一会儿 不可以 你不知道现在急着去救燕叔叔吗 我知道啊 徒儿也是个人嘛 又不是马又不是骡子 这样下去不但燕大侠没有救活 徒儿也已经累死了 是啊大伙走了这么远的路 是够累的了 还是歇会儿吧 让大伙歇会儿吧 好吧 燕叔叔你放心 很快就会到苏英娘亲那儿 很快就不用再受苦了 如果上天赐我一匹骏马就好了 不会这么灵骏吧 不会这么灵骏吧 师父啊 不只是一匹马 更是一级上等名具 谢谢老天爷赐马 要不然的话 后天都不知道到不到的了呢 且慢 怎么了 长伯伯 滚得有点古怪 有什么古怪 有什么古怪啊 鬼仙卑 干嘛不说啊 你睡着了 每当长伯伯需要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会像老僧入定一样 一入定就要等到想通后才会动 他一世都想不通 我们怎么办 就一世不动啊 那么古怪 长老头我一直想到死去 死了他就动不了了 师父 那我们怎么办 不准大声说话 不准小声说话 不准吃东西 不准喝东西 不准动 到他想到为止 想到了 想到什么了 屋内那些不是普通的山天瘴气 而是由五种能散发有色瘴气的奇异花卉组成 分别是紫罗 赤酥 绿味黄 污藻 蓝精灵 这五种瘴气 本身没有毒 可混合起来就会产生剧毒 且只对人体有害 是长嬷嬷弄出来的吗 而且是他对付老夫我的 就此理 竟有妻子对丈夫下毒的吗 当初我跟如是 争论是以毒攻毒 还是以王道制毒 哪种方法最好之外 还争辩天下是否有制不到的毒 百草坚持 大自然是奥妙地充满着相生相磕的智能 那些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毒素 必然能从另外一些动物身上找出其破解的方法呀 常伯母知道你迟早会回来毒王谷 所以想要整你考验你 小鱼儿你真聪明 可是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凡是那些有毒的植物 附近也必然会生长出可以破解其毒的植物 ľ berry 眼睛 把它嚼了 嚼了 把它慢慢地嚼了 来 仔细地嚼 要细细嚼 慢慢咽一下 就可以解除五色掌毒了 走吧 大了大了 怎么跟长老头的白草堂那么像啊 当年这里是白草和儒式一起布置的 白草和儒式虽然在医术上的见解 是南辕北辙 可我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儒式 所以我的白草堂就是仿照这造的 长伯伯 这么多年来 长伯母依然没有改变这边的布置 证明他也惦记着您 你们是什么人呢 妙法大师 白草兄 妙法大师 二十年了 当年你们夫妇二人 吵架 然后你夫妻走了 到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赶快把妙法的头发治好吧 你看 果然是妙法大师 这头发这么又行 当年妙法大师小桓俗来求助生发之道 儒式它是以毒刺激头发生长留下不少后一阵 白草呢 白草呢就去解毒 儒式之道以后又以毒之法 白草解毒 儒式下毒 白草解毒 儒式下毒 最后就把大师的头发弄成这个模样了 白草 白草兄 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找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所以我只好留在素儒式这里 让素儒式以毒攻毒 可是素儒式现在每天只能苏醒一个时辰 妙法我只能用那一个时辰让他来为我诊治 可是他却把我的头发越弄越糟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无脸见人 我索性留下来 给他当了管家 珍惜我有一天 他能治好妙法这一头妙法 妙法大师委屈你了 妙法大师 快说说如是 我们已经二十年没见了 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当然好 当然可以 走 走 多年不见 如是跟百草一样都老了 以身试毒 终究被毒所害 他真是中了睡莲毒 一天只能苏醒一个时辰 活该 常伯母大概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从前是有时 现在就说不准了 可能随时都会醒来 如是 你醒了 百草 是我 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再睡吧 他在想念我 不是梦 是真的 不是梦 是真的 常伯母你醒了 你不是做梦 你 你 你当时不是说除非有一方认输 否则就不回来吗 这是百草的家 百草为什么不回来 那你认输了 我没有错我认什么输啊 什么你还不认输 好你看看 当时就是因为他 你当时是这么医治的 这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别吵了 别吵了 那你认不认输 我不认 认输吧 你们只让我认 他没有原谅我吗 原谅吧 不原谅 你们看他都不原谅我 百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原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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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 你光原谅我不爱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爱你就是了 你只原谅我爱我你不亲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亲 谢谢 谢谢合作 喝多酒吧 喝多酒吧 谢谢 他气得我 长伯母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长伯伯的 既然这样 干嘛要为了谁强一点 谁差一点 谁对谁错 而令夫妻分开这么多年呢 值得吗 人生最难得的 就是能找到一个 你爱他 他也对你好的人 很难的 小月儿说得对啊 人生苦短 你看 转眼间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 阿英都长成大人了 难道我们真的要斗到 死的那天为止吗 长伯母 小月儿已经不能跟自己 心爱的人在一起 我很羡慕你们 所以你们应该是很幸福的 珍惜眼前人吧 对啊 恶同天也是永远不能和 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前辈你要珍惜啊 你要天下第一 就给你天下第一 白草不再跟你争了 白草只要能跟你和女儿一起快乐的生活 就什么都不要了 那你原谅如是的任性吧 如是啊 你中了睡帘毒 常年昏昏欲睡 白草明天就为你过血去毒 过血去毒 白草常年服用野山人参 体内血液能够抗百毒 只要把我身上的血换到你身上 你也会产生抗毒的功能啊 白草前辈 血也可以换吗 这人血啊 分为四种 只要是同一种血啊 互相输送那是没问题的 我呢和如是 我们的血是一样的 所以把我的血输给他呢 如是就会好的 那对你会有什么伤害吗 为了你 我死都不怕 白草 如是 白草 没事儿呢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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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如是 如是 白草 如是 看见常伯伯和常伯母和好如初 真替他们高兴 苏英在这里就好了 你在哪里 师父 你看发现了什么 发现什么 发现你跟这马是同父异母吗 错 这马儿跟徒儿没有关系 跟师父你呢 倒是有一点小小关系 你看 江玉凤 真是奇怪啊 我们带回来的马儿 原来是江大小姐的 那他当时 应该就在附近 这样都没见着 真是没缘分 世界真是小啊 那御凤大小姐 不是因为吃了小仙女的醋 回到南海 修炼的吗 难道江玉凤出了什么事情 让他赶回来 什么都好啊 他也算是个好女子 希望他不要出事 师父 你现在感情空虚 想没想过吃一口回头草 这可是死穴 请勿碰住 小小 师父 这是死穴碰不得 小仙女 师父你也敢耍呀你 哪里敢 不敢 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是用什么打你啊 流行锤啊 像不像 闻师父 师父 过来 站住 我不敢 我不敢 师父 闻师父 你也在闻师父 过来 站住 过来 过来这里 过来这里 敲起屁股 过来这里 屁股对着我 江大侠 来了 我以飞鸽传书 玉凤马上就回来 好 我在来的路上 听宫中的眼线说 皇上的失眠症还是没有好转 那当然了 无眠散是我精心调治而成 只有我的独门解药方能破解 你还不给皇上解药 皇上能支持得下去吗 江大侠尽管放心 我调治药物之时已经留有余地 可以让皇上每天入睡两个时辰 让他得以稍事休息 据我所知 刘喜已经派亲信御医 为皇上详细检查 他能查出什么名堂 五毒老祖之后 大家都以为无眠散早已绝技江湖 查来查去 顶多查出皇上龙体有样 根本查不出是你我在他身上做了手脚 刘喜做事向来是小心 他现在已经在大内加派了人手 恐怕另有阴谋 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以他的性格 不这样做才怪啊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等 等什么 你来 如何 师父 已有夜难听消息 等的就是这个消息 都主 皇上睡着了吗 刚刚睡着 不过过一个时辰他又得醒来 真不知道皇上的龙体出了什么毛病 怎么会得这种怪病啊 我也觉得奇怪啊 皇上本来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得了这种怪病 红公公公 皇上该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吧 刘都主是在怀疑奴才嘛 想皇上尚在年幼之时 那就是由奴才一直伺候着 皇上打个喷嚏 奴才都觉得心痛啊 师文奴才怎么能给皇上胡乱吃东西呢 红公公不要激动嘛 本都是负责皇上龙体的安康 所以才问个仔细罢了 肚主 这是后宫禁地 怎么把红叶也给带来了 红叶先生说有要事禀告 所以才带他进来 什么事 借一步说话 你说吧 我终于发现那个疯汉子的下落 并且查清啊 他的底细啊 真的 他是谁 他就是二十年前 从江湖上消失的一带名侠 燕南天 难道就是当年 号称天下第一剑的人意剑客 燕南天 没错 千真万确呀 难怪呀 难怪他有如此强横的剑气 把我的生辞搞得一塌糊涂 他现在在哪 他现在和小月就在独王谷 跟他们在一块的 还有江湖独戒排名第二的 位置仅次于五独老祖的师父 六独神君的独厚苏如氏 肯定 肯定 好啊 燕南天的武功独步天下 本都要是吸了他的武功功力 那本都的功力便可更上一层了 调集常威连夜出发 是 都主还有什么吩咐 是 文说燕南天的武功精天地气为神 这次行动绝不能大意 挑选的场位一定是要最精锐的 是 是 这下 弅公公公 这深公布地不便九流 你去吧 在 本都有事要出宫去办 皇上要是问起 你就说我有要事 要离开京城数日 知道了 柳渡主 皇上不想看歌舞 换杂耍 是 朕说过想看杂耍吗 皇上还想看歌舞 快 把歌界召回来 朕说过想看歌舞吗 皇上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吗 说出来臣却替你办的 朕想好好睡上一觉 你能替朕办到吗 皇上 宫里的太医 都替皇上看过病了 却没有任何发现 臣妾已经派人到民间 替皇上寻访民医 一定替皇上治好这个怪兵 等找着了朕早就累死了 滚 滚 统统是反捅 那皇上 那皇上臣妾告退了 刘夕呢 回皇上 刘公公说有要事要处理 须离宫几日 有什么比朕不能好好睡觉 更重要的吗 朕是岂有此理 这时候朕身边 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不知皇上能否信任奴才 你侍奉朕多年 对朕倒是体贴得很 朕当然信任 你有话直说无法 奴才认识一位江湖义人 此人衣补星象无衣不惊 或许可以为皇上解忧 朕有此事 千真万确 快去传南义人 朕背着失眠症都快弄疯了 遵旨 曹明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朕连夜召老嫂进宫 你可知道所为何事啊 洪公公已经告知了 朕患了奇症 老嫂可有办法医治吗 皇上 先让草棉为皇上 探一下龙脉吧 来吧 皇上 您这怪兵是 邪封入体呀 有药可医 有的 皇上 这是一颗明免伞 您服用以后 不用半杯茶的功夫 便可入睡 而且如果有缘的话 您还可以梦到您的守护女神 什么守护女神 皇上乃万金之躯 自然会得到各方神灵的守护 这一次只是被邪灵有机可乘 如果皇上能找到 守护女神 那么从今以后便会龙体相合 俘寿掩念 朕有此事 草民不敢信口开河 好 朕倒要看看 你是否有如此神通啊 好 皇上 嗯 感觉如何 朕很精神 一点睡意都没有 你呀 还是心口开河呀 皇上 您真的没有感觉 你朕当然是真的 红公公 要先老嫂 喂 那个老嫂跟红公公 为什么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呢 美女呀 美女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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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美人啊 掌上起舞 可以吗 可以吗 咥 好 出 오� 就是 还 craft viv 的 異时 沒有 决定 决定 我 没有 完成 神书中的赵飞燕能掌上起舞 还真有此事啊 美人 你别走 你是真的守护女神吗 美啊 太美了 真美 女神 在斑斑的世界 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 谢谢你的道别 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 也许因为我的天资不空的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 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 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 两个人无话不说再到最后陌生 我想我都可以去扔 路上的灯看着我们 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 希望有个人 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 和我的后把声 原来我一开始就显得那么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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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